这是我们马祖的金银花 这个我们开金银产已经种了十年了 现在这个花开以后 我们就是采下来在这边晒 我们花是采纯花 因为晒起来更清香 更好喝而且更回甘 然后我们的种植是完全是自然农场种植 没有失化学肥料 更没有撒农药 所以是纯天然的 而且我们这个茶可以放入那个鸡汤 排骨汤里面当做药上食料 很好喝 连小孩子都是很喜欢 如果有需要订购的话 可以跟我们先预购 我们现在都还在晒 等就是有货的时候 我们会电话通知你们 帮你们寄出去 早上的花开了 我们都把它采收了 我预计我们这个种了十年花 二十几号就是四月底就开始整个爆量开出来 五月的话整片全部都是金银花 到时候就是很香 其实金银花都是当作凉茶在喝的 春夏期间就是人家说可以预防中暑啊 清热解毒啊 然后就是降火气这样子 老人家都是这样喝的 当作一个保健的一个饮品 一年下来查不了多少 因为太花时间了 一天都要那个 因为还要一直晒 要等阳光 如果阳光不足了 还就是成色没有这么漂亮 那个晒干只剩下十斤 它缩成十分之一 所以我到时候还要挑掉一些东西 所以没有非常多 然后后面就是夏季的时候 虫害也有 到时候虫害吃了 吃光了就没有了 所以都要等每年的 它自己又恢复起来以后 长就是这个季节四到六个月 四到六月份的时候 这时候是才会长得好 因为这时候虫害还没出来 很花时间了 未来开心是说 想说有个机器人来帮我采花 因为它一天要站 一直要站着采收啊 而且它不是一整批开出来 它是每天开一点 每天开一点 每天开一点 你要去找 而且花它大概一天多 天气热的话 一天就落掉 就是就落了就没 所以一定要趁它在花香的时候 正好摘下来 所以就是这一点 要每天要看天气吃饭 就是要盯着 下一天还不能摘 能够太潮湿会烂掉 刚刚色色或者有一点点痛的时候 赶紧这样喝一壶 马上就缓解了 我们家都是这样子吃的 就是一种家庭的一个长辈房 我们进化晒干以后 差不多是两公克 用五六百cc的热开水冲下去 就泡个三到十分钟 你要浓 清淡型的就是三分钟 浓一点就是久一点 然后泡好以后 直接倒出来 有黄黄的颜色 就是茶香色就可以喝 嗯 入口以后就是慢慢会回肝 很清香好喝 欢迎大家来品尝 谢谢 谢谢